安利一支圓盃會內賽的點燃戰火 2009、2012、2014 一共三度在安利盃封後的大眼妹周婕宇 毫無疑問是全場矚目焦點 首場比賽還對上新加坡小將陳惠明 大眼妹不愧是地主的招牌球星 展現相當強勢表現 首局衝球之後 利用三號球對手解球留效的Chance 順利地清光檯面 另外周婕宇這場比賽 更三度演出衝球後的Queen Table 7比0輕聲賞給對手大鴨蛋 在今年的安利盃跨出好的第一步 地主球星霸氣十足 同樣受到國內球迷喜愛的 南韓小魔女金家印 第一場比賽要對上來自澳洲的Geeks 在中國好手潘小婷確定缺席之後 金家印強下分組第一的呼聲更高 他在2006、2011兩度稱霸安利盃 但去年只拿到第九名有點尷尬 誓言要血池的小魔女 從第三局開始接管政局 儘管第五局很關鍵 自己雖然六號球輸給對手好機會 但Geeks也沒能把握住 有點因禍得福的金家印沒在犯錯 最後順利七比 收下順利 另外關心臺灣的年輕選手 謝玉文 教授中國好手陳思銘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陳思銘 實力和大賽經驗都更穩健 也相當強勢快速取得 五比零領先 直到第六局七號九十五 給了謝玉文開張的大好機會 接下來他兩度開球星光檯面追到三比五 可惜八九兩局 謝玉文都有失誤 最後以三比七不敵陳思銘 在首日的主桌賽程當中 唯一比較意外是中國好手劉莎莎 面對二十歲的俄羅斯小將 Natalia 先下一場的劉莎莎 接下來的三局都有miss 六八兩局解球也不理想 留下來可以持續進攻的球型 第十局換進攻失誤 這場劉莎莎的狀況還真多 Natalia最後衝球之後清光檯面 順利七比四擊敗了劉莎莎 算是小小暴冷的收效勝利 我來提訊 張英昌 黃華君綜合報導 第二十六